透过热点分享观点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德传媒 我是Gary 那这一节目我们只要讲两个话题 一个是房价 最近中国房价密布发丧的说法 被人们是津津乐道 这是不是非常像习市中共 在彻底放开疫情管控之前的状态呢 后来的结局全世界都知道了 火葬场失机如山 那个画面呢历历在目 中国的房价会不会经历同样的结局呢 另外一个话题是关于医护人员降薪的 为什么病人越来越多 医护却降薪了呢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人思考的问题 医院生意越来越忙 工资却不升反降 那好 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奔主题 首先是关于房价崩盘的形势 最近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密布发丧 有人在知乎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说房价下跌最有可能 以什么形式展开呢 我们先来说结论 房价很可能会在某个时间点 突然放开管控 短时间内急剧下降 就像当初突然放开疫情管控一样 那至于说具体的导火索 那我们后面再讲 经常看我节目的朋友啊 想必非常清楚 在没有彻底放开管控之前 发生了是无数惨绝人寰的悲剧啊 想了解的朋友可以翻看我过去的视频 具体的事件我们这里就不赘述了 最终啊 直到一场震惊世界的新疆大火 将民众积压已久的愤懑给彻底点燃 引发了之后是轰轰烈烈的白纸革命 也瞬间点燃了疫情开放的导火索 所以按照习视中共的形式风格 在矛盾没有彻底爆发之前的一分钟 都会营造出一片祥和的氛围 但问题是啊 矛盾积压的越多越久 形成的这个势能也会相应的越大 爆发力和破坏力也就越惊人 无论是河南的洪水还是疫情管控突然放开 最后人们惊奇的发现都是人祸 河南那场洪水因为官员隐瞒不报 最终水库不得不开闸泄洪 后来的事情我们也都知道了 疫情的处理方式也是大同小异 真实的死亡数字成了国家的机密 为了隐瞒真相 中共上下是胡作非为 最终无法收场了 就彻底躺平 核酸检测停一夜之间全部撤掉 所有健康码几天之内全部停用 防疫数据两周之内全部销毁 几亿人两周之内全部感染 躺在床上是哭天喊地动弹不得 连退烧药都买不到 那很多老人有基础病的人因此而离世 殡议馆施机如山排队火化 如果有人认为啊说人命大于天 不好意思 当财政枯竭无计可施 习是中共会用同样的方式处理 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当初的疫情爱好者们呢 说不能放开 否则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冲击 即使致死率很低 但人口基数太大 也会造成很多伤亡 继而引发社会的不稳定 而坚持房价不能跌的人是怎么说的呢 房价不能跌呀 房价暴跌的话 很多人会断供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 改革开放几十年积累的财富化为泡影 继而引发社会不稳定 虽然是同一件事情 但说法是不是惊人的相似呢 再对比一下当初的河南大水 不能通知老百姓提前疏散 那样会造成社会的恐慌 会影响社会的稳定 结果有人在梦中就被冲走了 不只是近几年发生的事情 中共篡政以后 类似的事情太多了 就比如还是发生在河南的 驻马店水库窥坝事件 也不知道在河南人呢 是得罪哪位神仙了 1975年8月 河南省南部淮河流域 包括板桥水库在内的62座水库 在台风连纳的特大暴雨影响下 相继溃坝 当天报告淹死的人数就超过8万 后来包括水灾内涝所导致的传染病 和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 大概有20多万 灾难发生后 中共政府对事情的详情 长期不公开报道 后来真相被披露才发现 还是人祸 除了大坝建设本身的质量问题以外 最让人愤怒的是中共官员的不作为 1975年8月40开始 暴雨就开始倾泻不停啊 可是中共官员却没有及时处理 直到三天以后的8月7日19点30分 水库管理局用当地驻军的军用通信设备 向上级部门发出特特集电 水位距离霸井只有1.3米 再下300毫米雨量 水库就会溃坝了 这封集电并没有立刻得到回复 七个小时之后 水库管理局再次向上级发出特特集电 请求动用飞机炸掉负义红道 确保大坝安全 但是这封集电和上一封一样 也都石沉大海 没有半点回应 后来才造成了载入史册的大灾难 所以说问题就出在中共腐败僵化的官僚体制 出问题了得不到及时的反馈和处置 导致问题越来越严重 最后击中难返 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 倒霉的都是老百姓 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有价无市 除了一线城市还在苦苦支撑以外 很多三四五六线城市的房价已经崩了 目前就差一个导火所引爆整个市场 根据国内网友的说法 引爆这个导火所的很可能是 法拍房市场急速降价清仓 至于这个说法是否准确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接下来咱们说说正在发生的事情 5月26日 广西一家二甲医院的刘医生求助说 他是一名急诊科的医生 从业15年 从3月份开始急诊科被大幅降薪 但是工作量一点没少 真的是越越降薪 从到手6550元 5324元 到现在的4210元 这降幅达到了35% 但是房贷却一点也没少 有点崩溃啊 越忙越穷 工资变少 家庭也不和睦 无独有偶 不久之前 深圳医疗卫生系统已经发文 要统一降薪 一名在深圳某医院工作的博士说 有点迷茫啊 真是来了深圳啥都赶不上 编制也没有 去年因为入职晚 年终奖也没有 今年半年年奖也没有 现在说要降薪了 年终奖也给取消了 医护人员在体制内靠技能吃饭 降薪都已经到了这种程度 那些不在体制内的人 又是怎么样的状态呢 年初银行系统管理层的薪酬 总额下降幅度大于30% 银行高管薪酬从2021年高于400万元 降低至2022年的200万元以下 收入腰斩 3到4月份啊 多家知名医药企业大厂 裁员15%到20% 业务线推翻 不再保留 医药代表和销售 失去工作 5月份 阿里裁员万名员工 互联网的辉煌 一去不复返 降薪了 这工薪族啊 是最焦虑的 但根据统计局的数据啊 2022年 全国食品价格 总体涨幅为2.8% 比全年1.8%的消费指数涨幅 还要高 当然这是美化过的数据了 我们参考一下就好 这就有一个问题 老百姓的钱包瘪了 物价不降反升 人们越来越不愿意消费了 这也给医疗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上海市长海医院彭医生说 最近几年呢 他家附近的好几家大型超市都倒闭了 开了十几年的加勒福倒闭 麦德龙倒闭 真是不敢相信呢 虽然是电商的影响 但也和人们的消费意愿有关 钱流动不起来 给他们带来的后果就是降薪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一名主治医师 也说了他的看法 这个时候呢 就别去说消费了 把钱存到银行 他都没有安全感 现在不幸的事情太多了 就怕自己生病 生病了 没有存款 那将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我们需要存款 至于消费啊 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必需品这一说 只有实物才是 其他的呀 都是忽悠人的 什么首饰啊 房子啊 名牌啊 都是营销出来的 记住 只有存款才能给你带来安全感 我个人认为啊 这存款也不安全 河南村镇银行的故事啊 大家都知道 这里咱们就不赘述了 无论如何呀 医院看来都得降点薪资 安徽省淮南市一名二级医院的院长说 哪个医院没有豁明豁降的降薪呢 即使表面不降 扣绩效也是难以避免的 你们不干 大把的医学生等着干呢 有的是人 光他自己就收到了 安理工将近二十份简历 都等着来呢 所以别叫苦 2023年下半年可能会更苦 6月份将近百万医学毕业生 马上就拿着毕业证和学位证 冲向医疗系统了 所以一些医生也开始卷了 如果稍有不慎呢 这工资恐怕都比不上这届的应届生啊 现在一句你不干 有的是人干 甚至成为了一些老板的口头禅 根据社会常识 我们可以知道 如果全行业统一降薪 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 再优秀的人才 也没办法拿到超出行业所给予的高薪 这会造成集体躺平 整个行业都会产生消极影响 并且会出现难以消除的利器 有网友这样评价当前的中国形势 政治上陷入修西底德陷阱 消费上陷入凯恩斯流动性陷阱 投资上逼近房地产明斯基时刻 人口上到了刘易斯拐点 社会上遭遇塔西托陷阱 明斯基时刻上一节我们讲了 塔西托陷阱啊 大部分人也知道啥意思 咱们就简单说一下跟今天内容有关系的 凯恩斯流动性陷阱是什么意思 其他名词啊 朋友们可以去互联网上查一查 凯恩斯流动性陷阱是指在经济衰退时期 当央行通过货币政策 增加货币供应量 以刺激经济的时候 由于市场对未来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 人们更愿意持有货币而不是进行消费或者是投资 这就导致了货币供应量的增加 无法刺激经济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 央行无法通过降低利率等手段来提高投资和消费 因为市场对未来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 导致人们更愿意持有现金 而不是进行投资或者是消费 需要注意的是凯恩斯流动性陷阱并不是所有经济衰退时期都会发生的现象 它只是在市场对未来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比较高的时候才会出现 看来这位网友的总结真的是够精确的 每一个名词都用的恰到好处 由此可以看出 习氏中共的病啊 已经像扁鹊最后一次见蔡桓公的情景 当时啊这扁鹊远远的望进蔡桓公 一改之前耐心尽见的态度转身就跑 这把蔡桓公给整蒙了 这是咋回事呢 之前我身体棒棒的 可是这扁鹊看到我就要给我治病 现在怎么见到我转身就跑了呢 于是啊就派人追上去问咋回事 扁鹊无奈的说呀 蔡桓公的病已经深入骨髓神仙难救 后来蔡桓公没几天就挂了 其实中共啊也处在这个阶段 中共内部的人可能更了解实际情况 有人讲了这么个故事 说有个企业啊挂了个国企的名头 中青旅花了几亿收购了苏州的一个园林 然后把这园林里的石头 评估成数百亿重新入账 整个公司总资产过500亿 总共从数十个金融机构贷款400多亿 然后控制人跑到香港 留下一堆金融机构站在风中 不知道怎么办了 这是真的不是故事 好感谢你的点赞订阅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不愿意